新聞開始我們來關心 國內本土疫情已經連續四天下降 政府預計十月十三號起 要開邊境 從國外入境臺灣的旅客 適用零加期免隔離政策 入境者可以入住一般的旅館 電子圍籬也將全面取消 而至於何時才能夠免除戴口罩呢 指揮官王必勝說 口罩政策和零加期沒有關聯 而口罩令也不會一次就取消 將會分階段穩健開放 另外若是疫情穩定 趨近於流感 等了將近三年 邊境要解封了 預計十月十三號起 從國外入境臺灣的旅客 就適用零加期免隔離 許多民眾關心口罩令 是否也將解除 因為每年十一月到三月 是流感高峰 是否代表著要到明年三月 才會調整 對此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 王必勝表示不會這麼久 那如果要解封 也不會一次性的說 我們全部都不用戴 不會這樣子 我想我們會還是分階段 去穩健的去開放 王必勝強調口罩政策和零加期 是沒有關聯的 一直在搜集各國對口罩限制 看看哪些部分適合在臺灣實施 至於未來實施零加期後 入境者可入住一般旅館 電子圍禮也將全面取消 外界憂心恐無法控管外國旅客 他是團客 那我們請旅行團負起責任 幫他去做聯絡 那如果是自由行的 我們會確保說他能夠手上有足夠的資訊 知道要去聯絡誰 而國內本土疫情已經連續四天下降 二十二號新增三萬九千七百六十九例本土個案 另有四十一例死亡 其中死亡個案中最年輕的是一名二十多歲的男子 另外新冠肺炎是不是要調降法定傳染病的等級 指揮中心是否解散 王必勝說 疫情走到最後階段會考慮做這樣的規劃 但現在時機還沒有到 只要疫情穩定 趨近流感自然就會解散 記者為了張國良特報道